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下头一场雪的日子 作者安房之子翻译彭毅 秋末一个寒冷的日子 村子的一条路上蹲着一个小女孩 女孩低头瞅着地面 然后歪过头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谁玩过跳房子了呢 她嘟囔道 这条路上用滑石画的跳房子的圈 一个接着一个的伸向远方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过了桥一直伸到山那边 女孩站了起来瞪圆了眼睛 怎么会有这么长的跳房子 她喊起来 然后一跃便跳到了滑石画的圈里边 于是女孩的身子便轻盈了 像皮球似的弹了起来 单脚单脚双脚单脚 两手插到了兜里 女孩朝前跳去 一边跳着房子 女孩一边过了桥 过了卷心菜田窄窄的路 过了村里唯一那家香烟店 呀 可真是精力充沛哦 看着店的老奶奶说 女孩喘着粗气 得意地笑了 点进店前头 一条大狗犬牙壁落地肺叫着 可女孩还是朝前跳去 跳房子的圈还一个接着一个 这么长的跳房子 是谁画的呢 一路跳过去 女孩竟想这个问题了 到了巴士站附近的时候 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了 是干燥的细雪 可跳房子的圈还是没有完 女孩的一张脸通红通红的 大汗淋漓地跳着 单脚单脚双脚单脚 天阴沉沉地黑了下来 风也更冷了 雪渐渐地下得猛烈了 女孩的红毛衣上 落上了白色的花样 要下暴风雪啊 女孩想 回家吧 正这么嘟囔着 背后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单脚双脚咚咚咚 女孩吃了一惊 一边跳一边回过头去 后头一边跳房子一边追过来的 不是雪白的兔子吗 单脚双脚咚咚咚 定睛望去 她后头还有一只白兔 那只白兔的后头还有一只白兔 没完没了地下着的雪中 一只又一只的白兔从后头跟了过来 女孩吃惊地眨巴着眼睛 这回是从前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后头来的是白兔 走在前头的也是白兔 单脚双脚咚咚咚 慌忙往前看去 女孩的前头 数不清的兔子果然排成了一列 向前跳去 哇 一点也不知道 女孩觉得仿佛是在梦里一样 喂 去什么地方 这跳房子的圈 到什么地方为止啊 于是 前头的兔子一边跳 一边答道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因为我们全都是让天下雪的雪兔 什么 这时 女孩不由得一正 她记起从前奶奶讲过的一个传说来了 奶奶说 下头一场雪的日子 会从北方一下子涌出来好多只白兔 兔群排成一列 从一座山到一座山 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 让天下雪 他们跑得那个快哦 看得你眼花 人的眼睛只能看得见一条白色的线 所以呀 千万可要小心 要是被那群兔子给卷了进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和兔子一起跳到世界的尽头去了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片小雪片了 那个时候 女孩睁大了眼睛 心想 这是多么可怕的传说啊 可是 现在 自己正在被那群兔子掘走 糟糕 女孩想停下来 脚不想再踏进下面一个圈子里了 但后面的兔子却说 不能停 后面会塞住的 单脚双脚咚咚咚 就这么一句 女孩的身子又像皮球一样弹开了 在滑石圈的路上 跳着向前奔去 一边跳 女孩一边拼命回忆奶奶的话 那时候 奶奶把手中的针线活稍稍停了一会儿 说了这样一件事 话是这么说 可过去还是有一个被白兔掘走的孩子 活着回来了 那孩子拼命的念咒语 爱好爱好春天的爱好 爱好是辟邪的草啊 那就让我也试一试吧 女孩想 女孩一边跳 一边回忆起春天的爱好园也来了 想起了暖哄哄的太阳 蒲公英的花 蜂蜜 还有蝴蝶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爱好爱好 然而 刚一叫出声来 兔子们已经一口同声地唱起了他们自己的歌 我们全是雪兔 让天下雪的雪兔 兔子的白是雪的白 单脚双脚咚咚咚 女孩连忙堵住了耳朵 然而 兔子的歌声一点点大了起来 像旋风似的 从堵着耳朵的指缝里钻了进来 女孩怎么也念不成爱好的咒语了 就这样 白兔裙和女孩穿过冷山林 越过一个冰封的湖 来到了从未来过的遥远的地方 一个静悄悄地排列着小小的茅草屋顶的峡谷间的小村庄 一个开着茶梅花的小镇 还有一个有许多工厂的大城市 然而 就是没有一个人看得到兔裙和女孩 啊 头一场雪啊 人们只是嘟囔着 小跑着走了过去而已 女孩虽然一边跳 一边拼命地想念咒语 可无论她发多大的声音 还是一下子就被兔子的歌声吸走了 兔子的白是雪的白 单脚双脚咚咚咚 女孩的手脚冻僵了 已经像冰一样了 小脸惨白 嘴唇哆嗦着 奶奶救救我 女孩在心里呼喊起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只脚刚刚才踏进去的圈子里 女孩发现了一片叶子 她经不住拾了起来 那是爱好的叶子 鲜绿的叶子 而且是一片反面长满了白色绒毛的 亲切的爱好的叶子 哇 是谁 是谁给我丢下来的 女孩把爱好的叶子 悄悄地贴到了胸口 于是 女孩就好像被谁激励了似的 就觉得好像有许许多多个小东西 在齐声高喊 加油 加油 是的 那是雪下面许许多多的草子的声音 这会儿 正在地里忍受着寒冷 草子的气息 透过一片叶子 传递到了女孩的心里 加油 加油 这时 这是一个美丽的谜语 突然浮现在了女孩的脑海里 女孩闭上眼睛 大口地吸了一口气 叫道 爱好叶子的反面 为什么那样白 一听这话 前头的兔子的脚步一下乱了 前头的兔子不唱歌了 回过头 爱好叶子的反面 这回是后面的兔子差点摔倒了 为什么呢 兔子们的歌声中断了 脚步也慢了下来 于是 女孩一口气说道 这还不简单 那全是兔子的毛 兔子在原野上滚来滚去 白毛就全都掉到了爱好叶子的反面了呀 一听这话 兔子们全都乐开了怀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说完 就开始唱起了这样的歌 兔子的白是春天的颜色 是爱好叶子反面的颜色 单脚双脚咚咚咚 于是怎么样了呢 喝着这歌声 女孩一边跳 一边似乎嗅到了花的香味 似乎听到了小鸟的声音 心情变得仿佛是沐浴着春天和去的阳光 在爱好的原野上跳房子一般 女孩的身子渐渐地重了起来 脸蛋变成了淡淡的玫瑰色 女孩闭着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 爱好爱好春天的爱好 等醒过来的时候 女孩正一个人 在一个陌生的小镇 一条陌生的路上跳着 前头也好 后头也好 一只兔子也没有了 雪花漫天飞舞的那条路上 没有了跳房子的圈 连女孩子手上的爱好的叶子也都消失了 啊 我得救了 女孩想 可是这时 女孩的腿已经像棒子一样 动不了了 小镇的人们围住了这个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陌生女孩 接着就问起名字和住址来了 可女孩一说住自己村庄的名字 人们面面相去 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隔着那么多座山 一个孩子怎么也不可能走过来啊 这时候 一个老人说 这孩子肯定是险些被白兔绝走啊 女孩在小镇的食堂里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饭 趁着天还没黑 被巴士送回了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